音乐 HLO, HFA 澳洲吻食 今次我们就要去Eastwood 由市中心开车去,都要30分钟的路程 不喜欢开车的话,也可以搭火车 就在Eastwood Station下车 接着走15分钟,就会去到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 之前我们在City已经介绍过一间吃上海面的店铺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看左边的影片 但有没有问问,除了上海面,还有没有店铺只吃上海东西? 当然有啦! 让我们这个常轻农今天就带大家吃上海菜和本帮菜 Let's go! 哇,看个装修十足十上海摊的局面 这里落单是要自己写字 这个看法也是老板娘啦 好精致的餐具啊,还有云石台面 一会儿要试下他们的豆瓣醬先 这杯不会是高粱吗? 吃上海菜,当然不少得来几碟凉菜先啦 这碟就是四起泡芙啦 接着还有这碟醉鸡 哇,那些花雕酒好香啊 不过那些醉鸡就有点硬咯 而这个泡芙就可以做到浓油赤醬的风味啦 哎呀! 跌了咯! 接着这碟就是糖醋小排骨 当然不少得来一龙小笼包啦 一龙是有八只小笼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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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来了一个炒饭 这个不是普通炒饭来的 这个是咸肉白菜炒饭 我特别喜欢就是小排骨和四起泡芙啦 接着这个就是红油抄手 好,我就觉得皮比较厚了些 不过下面的辣油就真的很香 当然不少得试试他们的酸辣汤啦 味道都不错 知大家又喜欢吃上海本帮菜呢? 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最后我们还加了一碗羊春汤面 猜不到一碗羊春汤面上面 都有这么多蔬菜 好味道啊 总结果来说 天童小厨就可以做到上海本帮菜的龙油赤醬的风味啦 其实天童在澳洲都有很多分店 大家有时间不妨去试试啦 好,这条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给个like share这条片出去 给点comment 按下小铃铛 按下小铃铛 如果未订阅HFA澳洲银食的朋友 记得快点订阅这个频道啦 好,我们下次再去找食物啦 拜拜